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国家 来清德的有关言论 态度极为猖狂 性质极为恶劣 背离民族大义 背离民心大事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的挑衅 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 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台海兵凶战危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对此我们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绝不天之认之 必须反制 必须惩戒 挑衅欲胜 反制欲裂 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 走台独绝路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果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 坚如磐石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能力坚不可摧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 坚决有力 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 不管谁当权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绝要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坚定不移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好 下一题 谢谢